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适合郊游踏青 可以提升你的精气神 所以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就请到好多幸福人妻 告诉你春季旅游 去哪里最幸福 来 首先欢迎 有两个宝贝儿子的快乐妈妈 何嘉欣 哈喽 大家好 还有很未完 身材也维持得非常好的 Lulu老师 哈喽 大家好 以及被票选最美艳人妻 已经有一儿一女 还看不出来的 熊佳姐 哈喽 大家好 还有常常带着我们四处逛 到处游 玲瓏老师 嗨 大家好 以及命理老师 让你越玩越好运的 郑雅云老师 大家好 现场三位美丽的妈妈们 我先问一下你们家的状况 平常你们是谁 你还是老公 负责来安排旅游的规划 我 你 Lulu呢 我 也是你 嘉婕 如果我不规划 我老公就哪里都不去了 真的啊 他们比较不擅长这种事 可是我以前就是没认清这件事实 所以我那个时候 凤子成婚了以后 我一直期待我的先生 为我规划一场很美妙的蜜月旅行 所以到现在都是空白 所以我现在规划 任何行程它都要更 算好的 我如果请我老公归后 他就会说 那大家都带个帐篷 这很可怕 我不要 我不要带个帐篷 也不定办法 也不定旅馆 随时随路边 他喜欢非常的原始 然后他就会说 那我们就来一个很原始 那我们就带帐篷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这种特殊的 真的吗 请老公规划一下好吗 他跟你们去就好 可是真的哪有人这样子 好轻松在那里纳粮 然后让你们忙得要命的 没有 我们不会忙 他也会帮忙弄帐篷 但是你知道度假 我们家没有帐篷 没有 我们有 我们家好 我们大到小小的 我们家的帐篷就好 你们就约好 你去他家打地铺 他去你家打地铺 就不要出去玩了 但是因为出去总是要 要住一下饭店 然后享受一下 因为住帐篷跟住饭店是不一样 帐篷顶多我自己只能睡一天 不过今年是金龙年 那么美好的春天 不出去玩实在太可惜了 各位是不是能够推荐 几个私房景点 佳姐 你们家最喜欢去哪里玩 我们最喜欢去清净农场 清净农场 因为我们如果 订到好的饭店的话 就是那种什么 在云雾里面的饭店 然后就是你住进去之后 可能那个小木屋是 大概两层楼的 你看出去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那个雾就在你的脚边 然后那个茶的田 一层一层的这样子 一层一层一层 像阶梯式的那种感觉 对 像阶梯这样子上来 你就觉得你好像活 就是来到了仙境一样 然后我们再去清净农场 就是可能在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草材刚长长 然后那里的羊 就是那边很棒 有baby羊 你可以拿着奶瓶喂baby羊 喝奶 然后还有那个绵羊秀 绵羊秀的时候 它就是整个羊 会从那个草原上面 这样跑下去 跑下去一个山谷的地方 然后他就要开始表演绵羊秀 你如果正好走在途中的时候 刚好羊就从你旁边经过 你就可以抱羊 可以摸羊 小朋友却好开心 那绵羊秀结束之后 还可以买一些 就是喂食羊妹妹的东西 可以清手 像是稻草 饲料 饲料 对 清手可以喂它 羊就在你的手上吃那个饲料 真的 我连续两年 其实我也是每一年 几乎都带着家人去清净农场 然后你刚刚讲那个绵羊秀 那是一对外国夫妻 他们从纽西兰来到台湾 叫格兰夫妇 然后很有很厉害 他们有一头牧羊犬 专门在训练这些羊之 然后每一次就是到了周末 假日在那边做表演 都是满满的人潮 非常有意思 那露露呢 你们家春天旅游 特别推荐哪里 我们常去日月坛 因为日月坛很棒的原因 就是说 它早上跟晚上跟下午的景色 都不一样 然后因为它很 我觉得那边的天气很好 然后又面湖又有山 日月坛早上真的很美 你要差不多早上五点起来 它会有一层雾 就是在那个云雾 那坛其实是差不多蓝绿色的 然后云雾是盖在上面 就真的很像 也是很像仙境的感觉 人家都形容说 日月坛就像一个绝世美女 然后蒙着一层面纱 那个面纱就是指云雾来的时候 那如果说到了中午 那个面纱一接掉 又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景 所以你知道我老公 我们去住的时候 他都五点起来 有一天五点的时候 我就想说 有一个人已经起来 到底在做什么 在做瑜伽 他已经坐完瑜伽 他在干嘛 全身脱掉 他在自拍 有受不了 因为那个饭店有阳台 很漂亮的一个阳台 然后都是木板的 然后那个阳台是 可以差不多180度 看到整个湖 那个景色 对 然后他就架了一台 而且是用手机 他就架了一台手机 在三脚架架在那边 然后他就在前面 摆很多的那个姿势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 七点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你怎么那么早起来 因为五点 因为其实都会玩 然后晚上就差不多十一点 十一点才睡觉 然后五点就起来了 然后他就说 我在自拍 然后他就给我秀照片 他真的什么都没穿吗 他就是会裸他的背 然后秀肌肉 秀他的肌肉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拍 拍了好久 他拍了两个小时了 他就感觉 跟Michael这么做 对 会不会吓到路人 吓到那边旅客 其实因为我们住的 都是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我觉得 会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如果要住 其实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饭店 他有比较一般平价的饭店 其实还是也可以看到 不错的面 嘉欣咧 最推荐哪里 你们家最常去的 所以我们家其实 可能因为就是从老二出生之后 就想说要给哥哥 更多的时间陪伴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月之内 一定会固定去一个点 所以都会不一样 那我有承诺哥哥 满平凡的 对 希望在他小学之前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台湾地图 至少不一定是环岛 可是台湾的每一个县市 他都要很有记忆的说 这里是哪里 我去过哪里 等于是旅游当中教学 你还要清楚的把台湾的地形记住 很棒 然后会在我们家的地图上面 就是反过来 然后写上民国几年几月 去哪里 做一个记录 对 比方说像去年 我知道就是弟弟要出生了 然后我就大的肚子 在去年的过年期间带他去 比较 我觉得比较容易去的 就是那个六福村 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已经 九个月肚子 我还要走六福村这样绕一圈 很大的布地 然后还把地图都做好 就是说每一个游乐设施 他一定都做到 对 就是各种 我现在发现嘉欣是一个好认真 好认真的妈妈 其实也没有 就是我希望说 你连出去玩都要计算绩效 对不对 哪一个旅游景点 哪里玩了要打工 要记录 哪里没有玩到 因为我有 要赚业机的 我有就朋友一起 所以我就 对 所以我有点犯 你知道那个康乐鼓掌的感觉 虽然我大肚子 但是我还要让大家说 来 待会大家就在这边 然后我就一个也不能做 我真的是很生气 不不 你真的是一个很严格的妈妈 我都担心你回家以后会考孩子 我们今天去阳明山洗了温泉 请问 阳明山是火山吗 是死火山还是修火山 那是什么样子的道理 请问探山泉还是什么 对 搞不好你真的会这样子 对 要小朋友能够把它寄住去玩了哪里 真的真的很好 因为像我儿子如果我带他去日本 然后我们就会到金阁市 那金阁市我就会告诉他说 这个金阁市的历史 然后他是用什么做的 然后他自己也会穿上那个武士的衣服 然后武士刀 他会在金阁市前面 我说 妈咪现在要帮你拍一张照片 你以后长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自己有在金阁市前面拍照 就他现在每次晚上 他就会突然想到他就说 妈咪 那个金阁市什么什么 可是你知道金阁市是世界遗产的 你知道你就会觉得很 欣慰 觉得他终于记住了 对 因为我觉得嘉欣这个方式是很好的 有啦 看到孩子这样子成长 那爸爸妈妈就觉得 我花这个机票钱 花这个旅游费 有代价 不然的话小孩他可能真的只记得 因为我小孩两岁就是出国一趟以后 他真的也去迪士尼 他真的回来说出国好好玩好玩 问他好玩什么 那个床单都是白色的 床前面有电视 就记得房间里面的白色 然后还规定回家 一定要贴门牌号码什么6008 要贴那个饭店的房号 对 小朋友就是我觉得有潜入身 他就慢慢了解到说 其实我们出去就是也是可以去 不管你这一趟的目的性 像我就是会安排比方说 其实即便是近的 我曾经安排过一趟蛮好玩的 是从台北 然后做交通工具到桃园机场 然后在桃园机场做遍 他那边的交通工具 桃园机场不是有什么 就是来回两站的那种 像捷运一样的 像轻轨 轻轨 然后还有他那边有接驳巴士 然后还可以去看飞机 然后再去 看飞机是另外的航空站上面看 就是这样 然后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去桃园那边 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之旅 这样 连这样子也可以玩也很不错 就是它是户外教学吧 对 请问这位你是看安清班吗 对 好 以后未来规划 不过听说你们有一年过年 全家是去骑脚踏车 好玩吗 对 不好玩 不好玩 因为爸爸不在 没有 其实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其实每一年过年 我们是想安排又很难安排 因为人很多 然后价钱又很贵 可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刚好爸爸要工作 我们想就趁爸爸之便 从那个西湖度假村 香格里拉 反正就是边看秀 然后自己安排 就到了那个西湖度假村 大家都是去看他们表演 然后我带了一个孩子走到哪 然后大家嗨嗨嗨 然后就走到哪好像都没办法 就认出你是名声名人 对 就是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那我们有跟亲戚一起约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要到附近临时做功课 然后去骑脚踏车 可是因为爸爸不在 然后我就自己 骑的你知道 协力车后面是带的小孩 没有 那时候只有一个 然后就骑骑骑 可是很塞 从那个叫东风绿色隧道 东市到丰园那段路 还可以骑到那个什么铁马道 那个后风铁马道那边 其实可是蛮窄的 然后人蛮多的 然后三不五十 大家就会想要停留下来看一个花海 或者是石缸大坝 石缸水埠 对 在那边 所以我就觉得整趟下其实蛮累的 到那我也是有种爸爸的感觉 我还又要再骑一趟回来 对 好辛苦 对 然后好辛苦好辛苦 然后爸爸转完情供 后来还说 蛤 你们去玩好好玩 我都没玩 你这样吗 我老公他也是想说 那他就拍戏就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去 好像在宜兰附近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他那一场戏刚好是要拍 就是好像落石 然后他被压 他整个人就要被压在上 然后是假的 他的石头就要埋在他身上这样 然后我就带我儿子就一起去 他爸爸就想说 那附近有很多关关景点 如果拍完戏大家可以去玩 然后他就说那你等我一下 我这场戏很快 然后拍完就带你去玩 就像我儿子看到爸爸 我儿子就说不要 爸爸 不要 你就不要伤害他 爸爸你不能死 我一直抓他抓不住 后来我们就 以后他工作我们就不跟他 所以我还常会说为什么 他们要欺负我的爸爸 不过你爸爸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孩子